台东前县长陈建年为纪念父亲陈根源校长 自1985年创办的根源杯棒球赛 连续举办五届后停摆 陈建年的女儿陈寅立伟 2016年重启停摆27年的这个杯赛至今 2023年第12届根源杯全国少年纪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8月15号下午在棒球村第一棒球场举行开幕典礼 由贝南族祭司李连天为大会祈福 来自不同族群不同部落的圆明娇娃团体 带来开场表演 为现场带来许多欢乐气氛 除了邀请赞助天使 棒球界人士各界嘉宾部落族人及饶庆林县长各乡镇市长外 大会还邀请根源杯第一届球员出席开幕典礼共襄盛举 大会主席立法委员陈寅致辞表示 本届参赛队伍有少棒硬士组16队 青少棒24队 另外今年再增加少棒软士组6队 共计46支队伍 大会比照去年颁发冠军队伍及个人奖的球员 托拉式滚轮棒球装备包外 陈寅主席另外宣布增加纪律奖 奖金一万元 其实我想虽然我没有见过我们承根源校长 但是也要特别提及 就是他影响我最大的精神 就是在民国初年那段时间 早期其实很多的我们的孩子 是要在家里留下来务农帮忙的 是没有办法上学的 那特别我们承根源校长呢 他都是挨家挨户的去跟家长沟通 然后把孩子们带回学校 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跟良好的训练 所以这个部分呢 在他的这个非常有耐心及爱心的这个带领之下呢 也带出了许多很优秀的这个 不管是选手也好教练也好 例如我们的风祥瑞 还有柳阳志 陈陈福 南闲城 杨静发等等的优秀选手 那更值得一提的是 早期在洋传广最早 他也是棒球选手出身 那我有听我的奶奶有讲过说 当时呢阿公训练他 但是发现说他投球相当的沉很有力 但是控球不太稳 但是有一天呢 因为这个杨传广先生呢 他这个调皮捣蛋 就是看到老师走在前面 虽然老师个子不高 但是他助跑就从老师的背后 就这么跳过去了 那校长呢 就把他叫到校长室来 并没有给他处罚 反而呢 就是看中他这个弹力 这个弹性家 所以特别让他转练了这个田径 那也造就了我们未来 后来的这个银排的这个田径时尚全能的这个银排国首 那所以这个奥运银排前面有这样子一个有趣的故事 谢谢我们辛苦的大会裁判 也谢谢所有教练 以及所有选手 以及我们各位贵宾的支持 这个比赛再怎么辛苦 我们都会一年一年的比下去 好 再办理下去 那也盼望在未来 有各位在座的支持 还有更多朋友的加入 好 能够像这个关怀杯一样 我们这个杯赛也可以这样壮大起来 我们大家一情如意 参加今年世界杯U12的国首 2022年根源杯获得投手奖的王宇祥同学 代表运动员宣誓后 由陈寅主席 假日飞刀手陈毅信 以及职棒联盟前辈刘一传进行开球 8月15号起一连五天的根源杯棒球赛事 分别在台东县棒球村第一第二棒球场 宾寺棒球场台东县曼磊球场 杯南国中以及杯南国小等六处举行 为了鼓励观众及亲友团到场观赛 大会比照上一届设置啦啦队奖 由各球场裁判们针对每一场赛程进行评分 得分最高的啦啦队可以获得一头冠军珠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